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来带给大家的是第五课的文法 课本的第88页 page 88 page 88 88页 那我们今天会带给大家的是88跟89页的文法 ok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powerpoint ok 先来看一下PPT的部分哦 好 Charlene老师还蛮喜欢吉米的画作 ok 好 就是如果有在网络上看到她的画作 我通常都会给她储存下来 好 收集起来 那特别特别的喜欢没有文字的说明的话 好 那像各位看到这一张图片 你会想到什么呢 好像有两个人 好 可能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吧 好 努力的往上走 那他们要走去哪里呢 Where will they go 他们要去哪呢 那他们辛苦吗 嗯 从哪里来呢 好 那就让我想到每天每天的生活 我们好像也都是不停地在往上走 往前走 那我们要去哪里呢 那你有注意到右上角有一个山洞吗 他们是要去那个山洞吗 还是他们是要越过这座山呢 那在走的过程 他们会注意到他们周边的景色吗 会注意到那些云 那些山的颜色的变化 或者是身边的花草吗 那各位在生活的时候 好像很辛苦的一直往前进 有没有注意到身边的风景呢 身边的好 身边的变化 好 那这些问题老师就留给大家想一想 OK 好 那不管我们是要 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 或许我们还没有想得非常清楚 但是呢 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 人生困难重重 有心就不难 好 只要有心 那这里的心可能是什么心呢 可能是用心 可能是信心 决心 耐心 好 那你想一想你缺 缺的是什么心 把那个心补上来 那相信就不是那么的困难 OK 好 那就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人生困难重重 有心就不难 OK 那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五课的文法 那第五课的标题是 How do we get to Big Ben? How do we get to Big Ben? How的意思是如何 Get to呢 是到达 那我们要如何到达Big Ben? OK 大笨中 可见呢 这个课的课文会是在 有大笨中的地方 那就是英国 The UK OK 好 那这个文法是配合汉林版的课本88页到89页的文法 讲的是问路 OK Directions 的部分 OK 那讲到问路呢 好 你一定要知道说 诶 怎么问别人路啊 那你真的迷路了 你手上又没有手机 可以问Google Map 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找一个路人问 那你要先说 Excuse me 抱歉哦 请问一下哦 Excuse me How do I 我怎么到达那个地方 How do we 也可以我们 好 这里的主词可以是I 也可以是we Get to 到达的意思 OK Get to 有到达的意思 到达某个地方呢 OK 好 你就可以这样问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紫色的字这里 Is there a 什么地方 Near here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地方在这儿附近啊 Near here 是这附近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句 Where is the 什么地方 OK 你可以直接用where 来问也很好 或者是最后一句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地方 Can you tell me 的意思是你可以告诉我吗 The way to 比如是那个路 OK 叫去到哪里的路 比如说有一天你很想要去 这个地方的 Night market 夜市 Night market 那你就可以问别人说 Excuse me 然后用第一句哦 How do we get to The night market 我们如何到达夜市 How do we get to The night market 或者用B 这一句 Is there a night market Near here Is there 是有的意思 Is there a night market Near here 也可以 或者是用C 这一句 Excuse me Where is the night market Where is the night market 或者是用最后一句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he way to The night market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The night market 这些都可以用 还蛮好用的 OK好 建议各位可以把它写下来 写在那个 课本的 我想是八十九页 右上角的地方 OK好 那我们往下看 那如果你遇到有人问路的话 你要怎么回答 很简单 你要用两个方法回答 OK两个步骤回答 第一个你是怎么走 好你要告诉人家 哦你要去夜市 啊你就直走 啊你就右转 你就走多远 OK你要怎么走 这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你就要告诉人家夜市的地点位置 也就是说 哦啊你那个你要去那个夜市 你就右转 这是不是如何走 然后呢你右转以后 你就看到他在 比如说 大马路的左手边 OK那就是一个位置 好也就是说 你要先告诉人家怎么走 然后最后再告诉人家位置 OK这两个方法 那这一刻的重点 就这两个方法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粉红色这一块 如果你要告诉人家怎么走 如何走 那你要说 沿着这条路走啊 你就不要转弯 你就走 我只走啊 你就可以说 第一句 go down this road 好一起念 go down this road 或者是 go along this road OK go down跟go along 意思是一样 是沿着什么走 好 或者是你说 哎啊你现在就要右转了 好你就可以用b turn right turn right 好或者是左转 turn left OK好请同学一起念哦 turn right turn left OK 好最后 老外有可能会说 只走两个街区 只走两个街区 这什么意思 我们台湾可能会说 啊你就只走啊 过两个红绿灯 你就看到那间超商 过三个红绿灯 你就怎样怎样 我们会说过几个红绿灯 或者是过几个路口 OK 但是外国人他不会这样说 他会说过了几个街区 OK好 那比如说 只走两个街区 那怎么说呢 只走的英文 一起来念go straight go straight 那两个街区呢 接系词用for 好 所以一起来念最后一句 go straight for two blocks go straight for two blocks 那意思是只走两个街区 那你就会到哪里 OK 这个就是如何走 他会用动词 好 那街区是什么 各位可以很明显看到 如果我们空拍图下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红色这个虚线的地方 就是一个block 一个街区 那街区的意思就是 他四面就是都有路 OK 也就是他自成一格 自己变成一块 那如果你要只走两个街区 你就要走过两块 再完整的这个 对不对 你就要只走两个街区啊 go straight for two blocks 那你就要走过两块这个 越多块当然是越远 OK 好 那跟我们的路口红绿灯 其实有异曲通工之妙 只是他们用街区来形容 block是街区 好 那我们讲说怎么走之后 又会说 那他就在某个地点 那某个地点的话 会用界系词 那界系词 比如说有这些 OK 那这些界系词 还蛮重要 大家要记一下 好 来一起来念 好一起来念 左边橘色这一块 好来 Next to Next to Across from Across from Between A and B Between A and B On the corner of On the corner of OK 那中英文大概记一下哦 好 来我们看右边 On the right On the right On the left On the left In front of In front of In front of 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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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界系词 可以表示 比如说我要到夜市 那你就可以看到 夜市就在超商的对面 你就可以用这个 好 It is across from The 7-Eleven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 夜市在你的右边 You can see the night market On the right OK 那你可以看到 夜市在什么东西的后面 Behind 这些都是表示位置 OK 好 那这些位置都是界系词 还蛮重要的 好 好 来 接下来 问路以及表示地点的界系词的部分呢 我们来再看一下一些重点 如果我说某某路或某某街 它已经是一个名字的话 好 比如说中山路 好 仁爱街 好 这样子 它已经有个名字的话 那请注意哦 因为它是专有名词要大写 比如说Park Road 公园路它已经是个名字 你要大写 Park的P Road的R要大写 那街也是一样 某某街 Fifth Street 那Fifth F要大写 S要那个Street S要大写 OK 好 那另外呢 如果你说在什么路跟什么路的转角 那你会用on the corner of on the corner Corner这个字是转角 那off 什么路 and什么路 就是说在这条路跟这条路的转角 off是的的意思 on the corner of 好 来念一次 on the corner of on the corner of OK 好 比如说 corner就是转角 来 这个就是一个corner OK 那你要说 我家就在这个 好 那你要怎么念呢 来一起念一次哦 My home is on the corner of 中山路 中山路 and the 信义 Street 好 那意思就是 我家在中山路和信义街 的转角 这两条 可能这条横的是中山路 可能这条是信义街 的转角 OK on the corner of 什么 and 什么 OK 好 那 corner是转角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课本 第八十八页的地方 page 88 page 88 八十八页 OK 好 那在进来课本的内容之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文法事件部 请特别注意 要怎么问路 OK 那要怎么回答 好 来一起来看卡通哦 Jayden Did you enjoy the high speed rail Yes dad I did I was afraid when the train went down the tunnel But it's okay now The tunnel was scary We can go to the flower exhibition But first we have to find our hotel OK dad But how do we get to the hotel Do you have any idea I can ask the man over there Excuse me sir How do we get to the Formosa hotel It is not that far from here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walk there It takes about 13 minutes to walk there First you have to make a left turn at the next traffic lights And then walk straight ahead for 10 minutes To get to the flower exhibition You have to go down Yanping street It is between the lake and the amusement park Thank you so much sir You're welcome Enjoy your trip OK 那像刚刚我们就有看到问路 就how 比如说你直接看中间黑色的字 How do I go to Taipei Main Station How do I get to the Central Museum OK go to get to 这个都可以 表示我要怎么样去啊 那你在问路的时候 你要用excuse me做开头 表示抱歉 请问一下 Excuse me How do I get to the Movie Theater OK 抱歉 我要怎么样到那个电影院呢 How do I get to OK 好 这个就是问路的基本的法则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本 88页 那麻烦同学把笔也拿出来 好 或者是荧光笔 那荧光笔 蓝笔 红笔 是最基本的三支笔 我要把它准备起来 好 那88页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那它介绍的是介细词 也就是说你告诉人家说 啊 什么地方就在哪个地点 那你就会用介细词去定位它 比如说像第一句 好 那红色的那个底线 就是重点的介细词 那红色的字也就是它的翻译 各位可以把它写下来 让你在记的时候更清楚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句子 The movie theater is next to the elementary school 好 Next to 是在隔壁 那电影院就在 elementary school 国小的隔壁 Next to 那看看你的隔壁是谁啊 OK 我的隔壁是你耶 I am next to you Next to The hospital is between the hotel and the police station 好 Between A and the B 这个很重要 Between 就是在之间 Between A and the B 在两者之间 The hospital is between the hotel and the police station 这个医院啊 就在hotel OK 好 饭店 旅馆 还有 police station 警察局之间 也就是说 那个医院就是在他们两个的中间的意思 第三句 The bank is on the corner of lake road and first street on the corner 表示在转角 那这你要多说一点说 在什么跟什么东西的转角 那你就要 on the corner of of 圈起来 on the corner of lake road and the first street OK off 就是的的意思 好 最后一句哦 The post office is across from the department store 好 across from 是在对面 The post office is across from the department store post office 是邮局 邮局就在department store 就是百货公司的对面 across from OK 好 那这几个 麻烦各位画线 画红色的地方的线 然后另外可以把中文补上去哦 好 然后 建议各位同学看这影片的时候 最好是用电脑看 因为这样子会比较不伤眼睛 你就用YouTube打开 然后把它放全萤幕 那如果你真的是用手机的话 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点 你就会需要放大一些部分 那就辛苦你了 那尽量还是用电脑看 老师觉得会比较理想一点 OK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部分 好 老师已经先帮大家标了1234 还有这个example的地方 好 让大家比较快可以去找到答案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重点是说 我们要描述这家店在哪里 好 那我们先不要进去题目 我们先来看一下图片 好不好 从最左边开始看 那你想一下这个是 这个 这一种地方的中文是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左边哦 bookstore 什么意思 bookstore 对 书店 好 science museum 第二间 science museum science 科学 museum 博物馆 科学博物馆 在书店的旁边 对不对 旁边而已 好 第三间叫做post office post office 好 你看到有油桶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 油局 好 第四间哦 它的字比较小哦 那你看得清楚吗 brothers movie theater movie theater 电影院的意思 ok 好 下一间 这一间叫做library 就是图书馆 好 老师最喜欢library跟bookstore ok 好 两间都是最喜欢的地方 library 图书馆 好 然后我们转弯了 转弯过来看到这一间 有一个旗子 这一间是elementary school 国小 如果你不知道它的中文 可以写在旁边 国小 elementary school 好 那它的对面这间 橘色屋顶的是什么啊 Mary's coffee shop Mary的 coffee shop 咖啡厅 所以coffee shop跟elementary school的 关系是对面 对不对 across front 好 最后一间右下角是hospital hospital是医院的意思 ok 医院 好 那知道这些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路 好 这条路 左边这条弯曲的路叫 second street 第二街 你有注意到它s都大写 那是因为自首 专有名词 横的这条最长的这条叫做station road 好 车站路吧 station road ok 好 然后这右边有个转弯的路 的街叫做first street 第一街 ok 好 那他们会这样子取那个街道的名字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个 左下角的题目 好 那像这种题目 他会怎么问呢 比如说像第一题 他就这样问 Example Where is May's coffee shop? It's across from the elementary school ok 他会直接问说 某家店在哪儿啊 Where is Mary? Where is May's coffee shop? ok 那你就发现橘色屋顶 这个是他在问的 对不对 他就在国小的对面啊 It is across from the elementary school 那这时候你蓝色这个字 就是来自于上面 刚刚我们讲的介细词 好 在对面 好 那各位麻烦你找找看 第一题 Where is Brothers movie theater? 那这一家店 那个什么电影院在哪儿? 第一题 你要写两个东西之间 好 写写看 好 这是第一题哦 第二题 Where is the bookstore? Bookstore是书店 第一家我们讲的店在哪里 那他可能在这条路上 那他可能在这间店的什么 是不是旁边 ok 这个博物馆的旁边 那怎么写第二题呢 好 第三题 Where is the post office? 邮局在哪儿? 好 邮局在哪儿看一下 邮局呢 第三题在这里 就在这条路 这条路跟这条街的转角 ok 那在某某某某某某路 跟某某路的转角怎么用呢? 好 来想想看第三题哦 好 那现在的时间麻烦各位 写下面这三题 ok 那运用上面的图片 去写下面的部分 ok 好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哦 好 那如果各位还没有完成 你在这个地方可以按暂停 写完再对答案 效果会好一点 那如果你写完了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对答案 ok 好 那建议你用红笔对答案 这样子你错的地方 你才可以去加深影像 ok 用红笔 不要擦掉重写 这样子你下次再看到这一页 你并不知道这个地方 某一题是你之前错的地方 ok 好 我希望你错的地方 不要害怕错误 你要提醒未来的自己 说 哎 这个地方我曾经错了 然后我要注意一下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题的答案 来 请对答案哦 1 Where is brother's movie theater? It's between the library and the post office Between A and B Zài liang zhe zhi jian Between the library and the post office Zài tù shu guan gen you ju zhi jian Between 2 2 Where's the bookstore? It's on 2nd street It is next to the science museum ok 嗯圈起来 Zài 什么街 Zài 什么路 Zài 就用嗯 Zài 上面的意思 那 next to the science museum Next to 是在隔壁哦 好 他就在博物馆的隔壁 然后第三题 3 3 Where is the post office? It's on the corner of station road and 2nd street Ok 好 这一题的答案呢 比较长一点 对不对 It is on the corner of on the corner of 麻烦各位 华线 Zài 什么东西的转角 of station road and the 2nd street and 也华线 Zài 这条路跟这条街的 corner 转角 那注意介细词用 on Ok 好 所以各位要会写这个地方 其实关键在于 你要会看人家给你的图 好 这当然很重要 你不会看你就写不出来 然后第二点 你就是要熟悉那些介细词 比如说你会想 讲说在对面吗 在旁边吗 在两者之间吗 在转角吗 在什么路上吗 好 类似这种的介细词 要熟悉 那你这个地方相信 就比较没有问题了 Ok 好 那如果还没有订证完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按暂停 那如果ok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Ok 好 那我们来复习 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动词的部分 好 比如说左转叫做 turn left 那右转怎么讲 那右转怎么讲 turn right 好 一起念哦 左转 turn left 右转 turn right 那直走呢 一起念 go straight go straight straight是直直的 比如说你是直发 好 比如说你是直发 头发很直 strait hair straight是直直的 go straight 好 沿着走 一起来念 go along B 鼻音长一点 go along 好 那你如果走到对面呢 一起来念 cross cross 越过这条街 cross the street cross the road ok cross 好 那你如果说像A这个东西 在转角 叫on the corner of 来一起念 on the corner of 好 那在旁边呢 一起来 next to next to 那在对面呢 来 across from across from 在两者之间 between a and c 为什么是c 因为这个图片的关系 between a and c 好 我们这里稍停一下 你发现在对面 叫across from 这个是介细词 在对面 可你看右上角 一个动词的地方 动词跟这个字 有没有很像 他把一个a拿掉而已 叫cross cross是越过 穿越这是动词 ok 好 这两个字 挺像的 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记得 红色框框这个 街区的英文怎么讲吗 街区叫做 blocks 那你如果说 只走几个街区 go straight for blocks go straight for 比如说 只走三个街区 go straight for three blocks go straight for three blocks 好 那各位还记得 这个corner吗 corner的意思是 转角 那你要说 在a这条路 跟b这条路的 转角 你就可以说 on the corner of a and the b on the corner of a and the b 好 注意是off啊 off是the的意思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 去问路跟回答呢 来 问路 你就可以说 how do we get to 比如说 你想要去面包店 how do we get to the bakery beckery是面包店啊 how do we get to the bakery 我们要怎么到 面包店呢 请告诉我 那你要回答人家的话 你要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怎么走 用动词去说 怎么走 第二个 你用介细词 去表达 那个地方的位置 ok 两个步骤 一个动词 一个介细词 那比如说 你就可以这样回答 那红色的字 就是在讲动词 好 那绿色的字 就是在讲介细词 比如说你说 沿着这条街走 叫go down the street go along 也可以 a-o-o-n-g ok 我go down the street and turn left on park road and turn right on park road turn right 是右转 on是在的意思 在park road 这条路 以上这一句 就是讲动作 你就直走啊 你就右转啊 这是不是动作 那第二个 你就算右转 那你要知道 面包店在哪 那怎么 怎么告诉人家 你要告诉人家地点 那地点就是介细词 那就绿色这一排哦 it's next to the police station it's next to next to 是在旁边 好 你要告诉人家 哦 你右转以后 你看到了警察局 好 你就知道哦 那个面包店在他旁边啦 it's next to the police station 所以各位知道了吗 你在回答的 问路的时候 你要两个步骤 一个是动作 一个是介细词 表示位置 可以哦 好 让我们往下走 课本的八十九页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课本的八十九页的地方 其实就是刚刚的东西 OK 好 让我们来 一起来看八九 好 右上角第一句哦 How do we get to green park? 好 how 全起来 get to 全起来 我们如何到达 how do we get to 那get to 写到达 我们怎么样可以到达 green park 绿色公园这个地方啊 那老师刚刚有说 你第一个你要讲那个 动作 对不对 OK 好 那动作怎么说呢 好 请看 walk down this road for one block 好 walk along this road for one block OK walk down 跟walk along 都是沿着走 OK down along for one block 一个街区 如果你不讲这个也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讲街区的人 那for圈起来 for one block 你就只走一个街区吧 好 第二句哦 go straight for two blocks 好 go straight 刚刚有讲直走 那这个是沿着走 这是直走 OK 好 意思差不多吧 好 第三句 turn right at the police station turn left at the police station 好 turn right turn left 一个左转一个右转 at a圈起来 在某个地点 你看到警察局 你记得右转 好 看到的话 那at a接地点 那待会你看第四句 turn right on station road turn left on station road 但是如果你说在什么路 上面 右转左转 路的话 你就用on OK 注意街系词不太一样 圈起来 那中文的地方也可以写下来哦 好 然后你最后是不是 可能会跟人家讲街系词 在什么对面啊什么 那你也可以说 哦 你走过去就在你的右手边 在右手边这个怎么说呢 it is on the left it is on the right on打圈 在右手边 有可能人家会说 on your right on your left on your your是你的 OK on打圈 OK 好 那建议各位这边 可以写一下 他的中文翻译的部分 那复习的时候比较方便 好 如果OK的话 你可以往下走 继续听 那如果你还没有写完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按暂停哦 好 我们往下 这个地方依然是个练习的部分 然后哦 他这里已经帮我们写了 你看 这叫example 这个人 这个人会移行换引 然后会换位置 因为他要去不同地方 对不对 然后他会问你路 那你就要告诉他 沿着什么走或转弯 或者是怎么样 OK 好 那example 会在这个右下角的地方 右下角的地方 那我们在写题目之前 先来认识一下里面的地点 好 还有一些重点 好吧 那我们先从左边开始看哦 fire station fire station 这是消防局 fire是不是火 好 然后呢 fire station is on 4th street 第四街对不对 好 然后这家店 左下角这家店 叫做flower market 花的市场 flower market 卖花的地方 的旁边有forest park 森林公园 有没有像台北有 大安森林公园 forest park 那这两家都是在station road 在这个路上 然后右边有很大一间 叫department store 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 往里面走supermarket 超市 的隔壁有city bank 城市银行 OK They are on 3rd street OK 第三街 好 那这个第三街 再往下走一个黄色的 叫kitty's restaurant restaurant就是餐厅 好 这是他的餐厅 train station 火车站很大间 train station 好 那转弯进去右上角 police station 就是指那个警察局的部分 OK 好 那待会儿每一题的人 会从不同的地方出发 总共有四题 OK 那各位 就是看一下这个人的地方 然后去回答 好 比如说像example example就是右下角这个人 他说 example how do I get to the park go down the road for one block it's on the right 好 这句什么意思 因为他是example 在右下角这个人 他说 how do I get to the park 我要怎么样到公园 那公园是不是这一个 那从example这个人到公园 很简单 你是不是直走 go down the road 直走这条路 for one block 一个街区 你看 各位你看 老师的滑鼠的地方 这个是不是一个街区 for one block 这一块就是一个街区嘛 走过一个街区 it's on the right 安全起来 在你的右手边 因为你直走的话 他就在右手边 你要注意他的人的面向哪里 去判断左右边 好不好 OK 好 那如果他是这个人 example这个人 他是面向这边的话 走过来 他是在他的右手边 OK 好 所以各位请开始试试看 第一题到第四题的部分 去写写看 OK 那你在问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 How do I get to How do I get to 我要怎么到达呢 OK 像第一题 就这一个人 他说 How do I get to the bank Bank是银行 银行在右上角这里 那他从1这个地方 走到bank 你要怎么走 好 你想想看 好 Turn 什么 他必须要先转 转哪一边 然后什么 OK 好 想一下动词的部分 OK 好 那各位可以按一下暂停 然后把这四题完成了 我们再一起做检讨哦 好 如果你完成的话 我们一起来定证 如果还没有完成 还可以继续按暂停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One How do I get to the bank Turn left and walk down third street It's next to the supermarket 好 Turn left 左转 walk down third street 沿着 third street 走 It's next to 他就在隔壁 谁的隔壁 Supermarket的隔壁 没错吧 Supermarket Next to the supermarket OK 好 那各位麻烦画线 Turn left 左转 walk down 那我就是沿着走 Next to 就是在隔壁 各位你只要掌握这些关键字 就很好写 好 那我们翻过来对答案 请翻过来 90页的部分哦 How do I get to the police station Go straight for two blocks And turn left on second street Walk along the street And you can see it on your left 好 很明显这题单 非常地长 对不对 How do I get to the police station 我要怎么到警察局呀 Go straight for two blocks 直走两个街区 Go straight for 4可以圈起来 Go straight 画线 block 是街区 你先直走两个街区呀 And turn left 左转 在哪里左转呢 on second street on 圈起来 在第二街 左转 walk along the street 沿着这条街走 walk along 是沿着走 And you can see it on your left on your left 画线在你的右手 在你的左手边 OK 好 请定正哦 那我们来看第三题 3 How do I get to Kitty's restaurant Walk along 4th street for one block And turn left at the flower market Go down station road And you can see it on your left It's across from the forest park 好 How do I get to 又来了 我要怎么到达 这次常要去餐厅哦 Walk along 沿着走 4th street 沿着第四街走 for one block 走一个街区 And turn left 左转 at 打圈 at the flower market 在那个花的市场那里 记得左转哈 那 go down station road 沿着那个 station road 在直走 And you can see it on your left 在你的左手边 那 it's across from the forest park 它就在 forest park的对面 OK 在公园的对面 是吗 好 老师觉得 第二题跟第三题 都可以打信号 注意一下化线的部分 你要会善用 不要死被 好 要会善用这些动词 跟介细词 去告诉人家路 那最后一题最简单哦 它在问什么呢 4 How do I get to the flower market? Go straight and turn right on station road It's on the corner of station road and 4th street 好 它也有可能 反问你 它是要去哪里 对不对 那你就掌握那个人的位置 然后根据他的回答 去 去推论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题是在问说 我要去花市 那怎么去 OK 好 How do I get to? OK 好 然后这边麻烦大家 确实的把答案 订阵上去 OK 那希望大家 可以学得更好 更多 OK 好 然后我们回来 再多写几个题目 多练习 如果你觉得累了 你可以停在这里 然后下次再从这个影片的 这个地方 我们做复习 OK 因为下面的部分是题目 好 如果你觉得 可以哦 我还想要再 加强印象 加深印象 那你就可以继续了 好 来 我们要怎么到达 那个餐厅 你可以说 How do we 什么 对 Get to 到达 The restaurant 那你看一下中文哦 沿着这条路走 三个街区 这种东西怎么说呢 沿着路啊 Go down 或 go along Let's roll 这二选意就好 Go down Let's roll Four Three blocks Four 几个block 就是几个街区 它就在邮局和银行的中间 在中间叫 Between A and B 对不对 It's between Post Office and the bank 好 不知道你会吗 好 我们来试试看 下一题 Coffee shop 咖啡厅哦 Is there a coffee shop Near here 这里有咖啡厅吗 直走两个街区 Go straight Stray是直直的 对不对 For two blocks 两个街区 它就在银行路和第二街的转角 好 注意转角叫corner So it's on the corner of It's on the corner of bank road and second street Corner是转角 Corner OK 好 你会吗 接下来第三题 我们要怎么到达那间音乐行啊 How do we get to the music store 沿着这条路走 Go down Go along this road 在第三阶左转 你要先讲左转 Turn left 那在第三阶 On加上路 对不对 On third street 那在电影院的对面哦 It is across from Across from 是在对面 The movie theater It's across from the movie theater OK 好 其实考试 如果考填充题就像这样子 那它变成句子呢 各位应该就是慢慢练习 就可以比较熟悉了 好 最后我们来练习一下选择题 老师提醒你画线的地方 那其他部分自己 自己来试试看 那像第一题 什么You are right 在你的右手边 好 用介细词用哪一个呢 第二题 For one 走过一个什么 我们是讲一个转角 还是一条路 还是一个街区呢 你到底要选哪一个呢 第三题 好 For 加上一个时间 For five minutes 这里的for 讲的是持续 持续五分钟 开着这条路 要持续五分钟 这样开哦 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地方了 好 那这四个选项 Alone 是沿着 比较记得是什么吗 比较是在后面 Between A and B 在之间 Straight 是直的 OK 好 那你想要选哪一个呢 各位你可以在这里按暂停键 把答案写下来或想 想一下 好 我们待会对答案 好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 你可以按暂停 因为老师要检讨了 OK 如果你OK了 我们就来检讨一下答案吧 来第一题的部分呢 什么 在某人的右手边或左手边 叫on on your right 在你的右手边 那在你的左手边 叫on your left OK on 加上左边右边 好 第二题 for one block 指的是 直走一个街区的意思 block是街区 好 那第三题最难哦 这里的for的意思是持续 那你要开车开这条路 持续五分钟 你要怎样开车开这条路 答案是A Alone 是沿着 那意思是指 沿着这条路开五分钟 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地方 你不能 你不能开这条路的后面吧 或者是C 开这条路的中间 怎么开 between是between A and B 两者之间 那straight是直直的 你说直直开不行吗 可是人家不会讲 drive straight 这样很乖 drive along the road OK 所以答案是A 好 这里的答案是AC A 你对了吗 OK 好 如果你觉得不是很熟悉 建议你可以写下来在课本上面提醒自己 好 那我们在问路的时候 我们出门游玩一定会有找不到路的状况发生 那找不到路 要不耻下问 问人就对了 不要有所坚持 那有时候老师是问Google Map 可是问Google Map 有时候又会有一些 更找不到路的状况 OK 好 所以就会有迷路 OK 好 那希望大家不要在人生的道路上迷路了 最后的重点整理 最后的最后咯 我们要怎么去那里呢 How do we get to 那你要回答人家 你要两个步骤 一个用动词说 怎么走 第二个用介细词去定位表示位置 比如说像这个句子刚刚其实看过了 Go down the street and turn right on park road 第一行红色的地方是用动词讲 直走而且右转 但是你最后要告诉人家位置 你要用介细词 It's next to 就在隔壁 Next to the police station Next to是在隔壁的意思 OK 那掌握动词 掌握介细词就可以了 好 那其实我们在学东西 有时候会觉得 学习很漫长 学习很痛苦 那有一天老师就看到这句话 火锅有没有料 稍微翻一下就知道 一个人有没有料 稍微聊一下就知道 其实你有没有吃过火锅 好 你吃火锅的时候 想要看看 人家都已经煮好了 对不对 你想要吃什么料 好 你可能要翻一找一下 你就可以找到 或者是找不到那个料 但是一个人他有没有 他的气质 他的思想 他的内涵 其实从说话当中就可以知道 那学习 老师也觉得是一样的 好 学习的话 虽然我们好像看不到自己有没有 真的学起来或学进去 但是我相信日积月累的情况之下 慢慢的学 慢慢的累积 你会变成一个更有料的人 那人家跟你讲一下 或者是你在一些状况 有一些情况你必须要发言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自己 原来自己也可以说出一些还不错的话 还蛮好的道理 那这样子你就是慢慢有料的一个人了 好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句好话 也很希望大家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料的人 然后慢慢的去感受一下身边的风景 那一边努力的往前走 也一边享受自己的国中的生活 因为国中的生活一辈子只有一次而已 对吧 OK 好 那嘉惠老师祝各位 Have a nice day 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进行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OK 好 那祝福大家学习越来越顺利 越来越快乐 OK 好 那就进行到这里了 See you